7月17号下午,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会见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。 习近平指出,你担任菲律宾总统期间,本着对人民负责、对历史负责的态度, 毅然做出改善对华关系的战略选择,中非关系得以重回正轨并蓬勃发展, 为两国友好交往做出重要贡献。 中非同为亚洲发展中国家,两国发展根植于牧林友好的周边环境, 根植于合作共赢的亚洲大家庭。 中国奉行侵诚慧荣的周边外交理念,一向坚持与林为善,以林为伴。 中方始终重视中非关系,愿同非方一道,推动中非关系行稳致远。 希望你继续为两国友好合作,发挥重要作用。 杜特尔特表示,感谢中方对菲律宾经济社会发展基于宝贵支持, 特别是慷慨帮助非抗击新冠疫情。 发展非中友好关系,符合两国人民利益,也是大多数菲律宾人民的愿望。 我愿继续为推动非中友好发挥作用。 王毅参加会见。 王毅参加会见。